透过爱笑瑜伽的运动练习对长辈的身心健康有所帮助 由新北市幸福长照发展协会结合醒无高中 还有长康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体验营的活动 主要用意是鼓励长辈多多走出户外活络筋骨也让身体更健康 开始 来 再给自己再讲一次 来 非常好 非常好 爱笑瑜伽老师在台上热情的教学台下的这群银发足学生 也跟着节拍高举双手开心的来摆动 然而长者们的灵活度绝对不会输给十下年轻人 这场名为长者一日体验营活动 是由新北市幸福长照发展协会结合醒无高中 还有长康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的 其实最主要的用意就是鼓励长者走出户外活络筋骨身体更健康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能让他们出来活动活动 我们也邀请到瑜伽的一个老师 这个沙拉校长 就来教大家来这个活动 来怎么样的笑 来怎么样的来让我们的舞让内府来这个活动 那我们一直致力在回馈香里的活动 那我们已经连续第四年跟长期照护协会合作 办理这个一日健康体验营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有69位的师生一起来这个地方 设了不同的场观活动 包括一些像手语教学还有些手绘制作的游戏 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可以做抛砖语语 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服务社会的一个敬老爱老活动 这次体验营长庚科大动员了将近69位师生 到场陪伴长者们一起同乐 其中还有这位高龄93岁的徐阿公 则高兴地说道好喜欢参加 因为还可以认识其他朋友生活不再孤单 新人长照协会表示 透过爱笑瑜伽的运动练习 对长辈们的身心健康有所帮助 未来将选择在醒无高中的关怀据点场地 陆续开办课程 希望乐林一族都能够报名参加 相信只要透过具有感染力的欢笑声 进而达到真正健康快乐长寿的目标不是梦 我们长照协会跟醒无高中跟合作 我们也申请到了这个松年大学的主办 那已经成立了 第一期我们也开了两个班 一个班是英语班 一个班是电脑班 也快要结业了 那接下来我们也奉准成立这个关怀据点 那也就是接下来下半年我们主要的工作 能够让这些老人有一个活动的地方 记者黄又贤林口才逢报道